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在AE里面 制作这种向量的形状变形动画 首先我们自己来开一个新的合成 然后你可以利用这个向量工具 来建立基本的形状 你也可以使用我们的贝斯曲 或者甚至你直接从伊拉瑞的形状绘度之后 再把它转成AE内建的向量工具都可以 那我们就先暂时用它内建的这个 然后选择一个圆角矩形 确定好我的颜色分边框 好那我就简单画一个 画好之后呢 那你要留意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它内建的形状 所以呢内建形状的话 它就不能够制定这些向量节点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转换成 一般的AE内建向量贝斯曲线 那怎么做呢 点到这个举行按右键 有一个叫convert to 贝斯曲线 这个就是把它换成标准的贝斯曲线 那它专属的那个属性就有一个键 只保留像这样的路径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箭头向量的工具 像平常各位在用贝斯曲线一样 点到个别的节点来编辑它 那这个是第一个 我们形状先建好了 接着呢 我们再把我们第二个形状 那我建议大家你就是独立再建立一个 或者当然你要放在同一个图层 向量图层里面也可以 这都没有关系 那我现在呢就来用独立的图层 把我想要的颜色先设定好 那我要的形状我来做圆形的 按住shut的 我就可以建立一个圆形的向量 那么接下来呢 一样我也是用内建形状做的 所以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个圆形 转换成标准的贝斯曲线 好 那现在我们两个图案都准备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回到第一个 好 这里我把它命名一下好了 好这个是橘形 黄色的橘形 好上面这个是绿色的圆形 那我们现在这样就看得很清楚 我们先针对黄色的橘形 我先把绿色的这个部分 先把它隐藏一下 我们针对这里 那因为我们要做的是 渐变 所以我时间总先回到第一个 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呢 在路径 PS1这边有一个 码表 好那所以我们针对这个路径 打开码表 那么这样第一格的形状就固定下来了 那我把时间总往后退 例如我可能要四秒钟后 变成圆形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来圆形的这个地方 找到它的路径 把它复制起来 Ctrl加C 现在呢我们再回到 黄色的这个路径的地方 Ctrl加V 你就会发现这边 原本有的那个矩形 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关键格 它跟前面的这里 这样就有一个外形的变化了 可是呢原本我们 原型是绿色的 那贴进来之后呢 因为 我们在这边会受到原本 矩形的 颜色的影响 所以如果你想要一起 做 颜色的变化 就要在这个Ctrl的地方 加上关键格 一开始是黄色的 那么往后退 推到后面这边来 在这里 再来选择你想要变成的 绿色的 类型 好 那这样这个过程里面呢 就包含了 外框形状的改变 以及 颜色的改变 那么这个中间 渐变的过程 主要就是由 它自己决定的 我们就比较难去控制它 除非你在中间要再加上其他关键格 强制它这边要怎么变化 那这种方式其实跟我们以前的Flash 也就是现在Adobe里面另外一个Animated 那个软体 其实是一样的 那所以我们AE也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 形状渐变的一个效果动画